每晚八点聆听读者 大家好我是小毛 欢迎收听读者 今天呢要和大家分享的文章 来自作者张穆也 温柔是男人最顶级的魅力 关注读者系媒体 一起成为更好的读者 女性刊物迷你曾发起过一个调查 内容是女人眼中的性感男人 大概有四万女性参与了调查 得出的结论是 温柔的男人最性感 温柔的男人对全世界都温柔 温润如玉像是翩翩入室的公子 知乎网友Rika分享过一个身边的故事 她的舅妈喜欢喝酒 喝醉了就异常的兴奋 会像一个孩子一样 拉着她的舅舅要一起躲猫猫 舅舅没有不好意思 就陪舅妈玩 玩累了就瘫到睡着了 然后舅舅就会把舅妈抱到床上 用湿毛巾帮舅妈擦脸擦手 椰好被子特别细心 结婚二十多年 舅妈已经四十几岁了 孩子也已经上大学了 可舅妈在舅舅面前 永远像个孩子 经常当着大家的面 求抱抱 秀恩爱 舅舅看舅妈的眼睛里 永远充满了温柔的光芒 温柔的男人不是让你变得成熟 也不是让你变成女强人 而是让你做回孩子 演员胡信儿说过 我的前前任和前任都很棒 他们一个叫我做温柔的女人 一个叫我做成熟的大人 但我最喜欢现任 他叫我做回小孩 综艺节目幸福三重咒中 迎来了陈奕涵和许富翔夫妻 起初 观众都不看好许富翔 毕竟许富翔长得不帅 也没有知名度 可几期节目下来 圈粉无数 不少女生想嫁给许富翔这样的老公 刚搬去小院时 随身携带了好几箱大大小小的行李 许富翔忙前忙后开始整理 陈奕涵想玩游戏 许富翔没有怨言 只说了一句 好 我来弄 你去玩 玩累了 陈奕涵躺在沙发上睡着了 许富翔开始做饭 生怕吵醒老婆 每个动作都很小心翼翔 陈奕涵凌晨三点醒来 口渴了 许富翔毫无怨言地下床去给她接水 节目中 陈奕涵几乎没有做过任何的家务 家务都被许富翔承包了 许富翔跟陈奕涵说话时 永远是轻声柔语满脸笑意 温柔又宠溺 在许富翔的面前 37岁的陈奕涵 完全像个孩子 手画嗲嗲的天真又灿烂 两个人最好的状态 你在闹 他在笑 在遇到你之前 他可能不是温柔的人 但是在遇到你之后 却为你做尽温柔的事 在他的面前 你可以笑 可以哭 可以闹 因为你知道 无论你做什么 他都会陪在你的身边 女人在婚姻里 最幸福的状态 或许就是可以像孩子一样 开心地生活 刘德华 绝对算得上是娱乐圈 温柔的男人了 不论是对待长辈 后辈 还是工作人员 永远温柔谦和 没有夹子 妻子怀孕期间 他退掉工作 请了整整八个月的假 陪伴在妻子的身边 妻子吃素食 他也跟着坚持吃素 女儿出生后 因为月嫂不会做素食 他放心不下 女儿出生的前三个月 都是自己亲自照顾孩子 后来 女儿上学 也是他亲自去挑选学校 刘德华一定是个好演员 好丈夫 和好父亲 从出道以来 他好像从来没有过气过 到了今天 依然很红 善良是最好的人品 刘德华把自己的成功 都归咎在人品上 2013年12月 刘德华在老友记里 和雷军对话 说过一句 我最成功的一个地方 是我的人品 刘德华的人品 到底有多好 2008年 汶川地震 刘德华发起 512关爱行动 为汶川一眼 筹募善款 在现场 他站在舞台上 振臂高呼 中国加油 汶川加油 然后转过身 对着自发前来一眼的 上百名艺人 上膝下跪 有人说 刘德华跪的是身体 赢的是尊重 愁的是善款 震撼的是人心 2011年 许安华正在筹备拍摄 陶姐 因为不是商业片 属于小众电影 没有投资人 愿意出钱 走投无路的 许安华找到刘德华 说 我很久没有足够的钱了 你能不能帮帮我 刘德华随即投资了 2000万 并出演男主角 陶姐得以拍摄完成 正是因为刘德华的善良 后来 许安华凭借陶姐 横扫了金像奖 七个大奖 蓝洁英生前最落魄的时期 周围的朋友 纷纷对他进而远之 他也被媒体 丑化为疯女人 刘德华得知 蓝洁英的困境后 主动给他十万块钱 没料到 后来这笔钱被偷了 后来 刘德华又去联系 当地救助机构 亲自帮蓝洁英 申请救助金 黄金曾说 刘德华是一个 非常心善的 他特别善良 朋友过得不好 他会心里不舒服 他会想办法去照顾 这个过得不好的朋友 婚姻里 感情和经济固然重要 可是如果对方 没有好的人品 拿什么给你保证 幸福和稳定 人品不好的男人 不论他再怎么 巧舍如簧 对你再怎么好 都不能假 人品关乎底线 不要看一个男人 对你有多好 要知道 一个男人的人品好坏 直接决定 他对你最坏 能到什么程度 温柔的男人 人品一般都不差 而人品好的男人 往往运气都很好 一位女性朋友 讲过一个 她的故事 她的老公 是个极其温柔的男人 什么都让着她 把她宠成了一个孩子 其实 她的老公 不仅很温柔 还很有教养 家教很好 他们开车外出 遇到有别的司机 她的老公 不发火 也不按喇叭 还会解释说 有可能 对方是个新手 如果按喇叭 会让对方更紧张 容易手忙脚乱 老公之所以 有这么好的教养 完全得益于 公公婆婆 结婚时 婚房是老公 这边出的钱 老公把她的名字 写上了房产证 公公婆婆 也没有阻拦 甚至婚后 公公婆婆 就主动跟他们 分开住了 婆婆六十多岁了 头发梳了纹丝不乱 喜欢养绿植 家里大大小小 数不清的盆栽 公公婆婆 有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所以从来 都不会插手 他们的婚姻 偶尔夫妻俩拌了嘴 婆婆知道后 还会数落儿子 说 人家把女儿 嫁到我们家来了 那我们就得好好照顾她 不能让她受到委屈 让她的爸妈担心 每次听人聊起 紧张的婆媳关系时 她就感到格外的幸福 自己从来没有 这样的烦恼 百扬说 一个人的悲剧 往往是个性造成 一个家庭的悲剧 更往往是个性的产物 一个人的性格 使她成长环境的映射 凶恶 脾气差了父亲 很难养出 善良 温柔的孩子 结婚以后 即便是不跟老公的父母 一起居住 但总免不了 是会有来往的 有一对善解人意 开朗大方的公婆 女人在婚后 一定会免去 许多烦恼 温柔的男人 父母为人 和性格一定也很好 跟她的父母相处起来 不会有负担 知乎上有个提问 男人的温柔 从哪里体现 高赞回答 只有一句话 心甘情愿 是男人最好的温柔 想送你回家的人 东南西北 都顺路 想见你的人 24小时 都有空 因为喜欢你 所以她愿意 为你改变自己 也因为喜欢你 所以她愿意 把最好的东西 都给你 真正爱你的男人 温柔是藏不住 或是从眼神里跑出去 或是从日常的动作中 表现出来 愿你有一个温柔的人 陪在身边 爱你如初 疼你入骨 从此深情 永不辜负 哪怕激风冷雨 也知道有温暖存在 哪怕长夜漫漫 也知道前方定有艳阳 好了 今天的文章 就为大家分享到这儿了 我是小牟 祝大家晚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